这个视频是演示一下我们 LOTO设播器宣传的 我的垂直分辨率可以到8位 从8位一直可以到13位 就是类似于说是个8位的ADC到13位的ADC 但是它其实硬件上是8位ADC的 那它怎么做到能做到 垂直的分辨率能做到13位呢 但这中间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它并不是8位和13位 它中间是有比如说99.1 10这样的变化 它是通过一种算法 是牺牲了采样率 然后来达到 弥补垂直分辨率的 那你看这个 我们现在比如说是1号秒档位 我们可以在这看它 是它是8位的 这些大概8比特 他现在采样率是781K 那 在这边我是用一个英文界面来演示的 那其实我们是对国内版本是中文界面的 这个不用担心 因为我这视频可以中文英文的都可以兼容 所以我用一个英文的界面 那我们现在是峰峰值模式 在这选峰峰值模式 这是 常规模式 或者叫实时模式 那这个是高分辨率模式 你以这个档位为例 你可以看到我在 常规模式 或者实时模式的时候 你看它的这个零电压的噪声线 的粗细程度 它的噪声上面的小噪声的程度 然后你再看 峰峰值模式 它的噪声会更密 噪声会更大一些 尖刺会更多一些 更丰富一些 但是你看它的 高分辨率模式 它的分辨率的精度就会非常高 基本上就没有噪声了 这时候你会看到 它是实位的 峰峰的时候是8位 看这个8位 变成实位了 这个是 改变那个整个屏幕的数据数据量 然后你看我滚动它 我滚着可以控制 它的这个位数变到9.1了 然后滚到另一头 可以变到10.4 10.5 10.6 就是它的 看10.6它确实更精细一些了 然后你拉到 9.1 它确实噪声会大一些了 更不精细一些了 那它的垂直分辨率是可变的 这个其实是牺牲一些采用率来办到的 我们一会接个信号 你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一会还要讲一下它的原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比如说这是100兆采样的档位 好 你用高分辨率模式 它是10.2位的 用峰峰值模式它就是8位 然后用实时模式它也是8位 对吧 然后用峰峰值 高分辨率模式它10点 然后你会发现更高的采用率 我的峰峰值 高分辨率模式也是8比特了 峰峰值也是8比特 实时采样也是8比特 为什么都是8比特了 它已经没法变了 我即便是挪动 它的改变它的数量也没法变了 这是因为已经没有办法 去牺牲牲采样率了 已经没有采用率去牺牲 然后来达到提升分辨率的目的了 那只有在这种中速或者低速一点 甚至这种100兆的档位 它是有能力去牺牲采样率 然后来提升它的垂直分辨率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波形上的反应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档位 我是用产生自己产生的一个pdm波 频率是200赫兹这个pdm波 那这种情况下 你看我现在用的是峰峰值模式 你看到它波形是很粗的 为什么很粗 是因为上面叠加了一些 本底噪声 这是系统固有的 也是环境中 可能干扰进来的电磁波 也是电 它电路本身会有一些噪声 那这个是正常的 那如果是用 实施模式 你会发现这个噪声会稀疏一些 就变成这样子 峰峰值模式 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你看高分辨率模式 它会很细 非常细它的噪声几乎你肉眼就看不见 为什么因为它现在就变成它通过牺牲了产验率 把垂直分辨率从8位 从8比特 改进到了10.5比特 啊就是10.5位的 分辨率 所以它 会很清晰 那其他档位上也是一样 我把它的 输入频率 改一下 20k 我改成一个20k的 pdm波 那在这个是100兆采样 的档位上 你看到它的峰峰值模式 和 实施模式 峰峰值模式 然后高分辨率模式 它的高分辨率现在是10.2位 那我其实可以继续 滑动它 变成最高是10.8位 最低 我给它 继续用滚轮 然后再拖的快一些 最低 最低是到9.3 9.3位 这个就是 高分辨率模式 就是我可以从 呃只有在这个模式下可以实现 可以实现 把我的 寻播器从一个8位的寻播器 提升到 13位以内的一个寻播器 那什么时候到13位呢 那就是更大的时间档位 啊 它中间是 可变的 就是取决于你现在 选的时间档位 和你当前用的 采样率 还有你当前缓冲区的 大小 让这三个因素综合决定了你是多少位的 它的好处优势是说就像这样子就是 啊你比如说有个波形 他 当然这个噪声不严重啊 就假如说你有一个波形叠加了很严重的噪声 很严重的高频噪声 基本上你看不清这个波形 大概本质是个什么形状 啊 那这时候你用这个办法 我把它 用高频微量模式 他就把那些高频的那种噪声 其实去除掉了 可以把你的 信号原本是一个什么样子 只画它清清兮兮很细的线 很低的噪声把它画出来 啊 这是它的优势 啊甚至包括普通的 它 不叠加噪声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号 你可以看到它 高分辨率时候的样子 但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 这个后面我们讲一下它的原理 你就会发现 呃 我也会给一个例子哈 峰峰值模式是最真实的状态 就是这个 状态它上面叠加了一些小尖刺小毛刺小噪声 它是 客观存在的 而并不能因为说我觉得它不好看 我心里不舒服 我改成高分辨率 这个我看了很 很舒服 但是这个不是真实的 它只能是一部分真实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 案例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问题哈 比如说这个状态 像这个采集 这是另一个信号的 那我故意采了一个 它在边缘有过冲 有尖刺的一个波形 那这个波形的尖刺 假如说它是真实存在的 它就是客观存在的 当然我采集到了 它就是有的 你在高分辨模式 你看 它的边缘不会有尖刺 为什么不会有尖刺 就是通过这个算法 其实算法损失掉了一部分 信息 就是你这种 突发的尖刺的信息 然后我们从 从应用的角度来看 其实就已经够用了 刚才的 演示已经够用了 你已经明白了 三种采样模式 那其实 从 我们没有必要去探究深究它的原理和算法 那是我们做 做研发的时候 更更需要关心的事情 但是有些客户可能 他能理解这些 我们大概的 介绍一下它 算法的基本原理 那你理解的更深 那你 选哪种模式 你可能更得心应手一些 那像这个图 我们看到的这个图 基本上 这是另一台试播器 他们的数字 传统的数字 试播器 采的图 那其实 跟我刚才 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演示 是一样的 那第1张图 像这个图 其实是 8位 adc的 采样 直接是一个8位的 我感觉它应该是峰峰值的 彩阳它上面会叠加了很多的这种 造声 固有的造声 这是正常的 有很多客户觉得这个不好看 那其实 试播器并不是为了 踩出来好看 让你看的 这个我们要要注意一点 那 其实这个就是8位的真实的样子 然后第2个图 第2个图就是我们刚才用的 就是刚才用的高分辨率的算法 然后得到了从第1个图 然后得到的这个图 那其实 那 真正的用一个12位的adc 就是硬件12位的adc 然后会采到这个样子 这三个对比就比较直观了 你是8位的adc 你是12位的adc 那你如果没有 12位adc 你只有8位adc 通过算法 可以得到中间的这个 其实它已经很接近12位的adc了 那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个这个图 基本上也能也大概在说明这个问题 他这个位数比我们高 这是12位和16位的对比 红色的这个是12位的 造成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宽度 就是为什么它会更宽 就刚才的这个图 他的这个宽度 在表现上看你会看到说啊 他好像是上面叠加的有这么宽的 一些噪声尖刺 其实有可能并不是电路产生的 也不是环境产生的 而是因为他分辨率低 他这个点和这个点 他是分不清的 他一直在这样上下跳 所以他是 看红线 他是拉拉大吧 如果是压缩的 来看不放大来看 他就是一个很粗的上下一直在跳的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线 那 那这种情况下 那蓝色的16位 他就是很细的一个线 那其实通过如果是这种噪声 是软件误差产生的这种噪声 那其实我们通过算法其实可以得到黑色的这根线 就是过采样 牺牲一些采样率 来提升的 分辨率 那其实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那他跟16位的 是有点像的 好 那他的原理是这样子 我大概解释一下 原理就是说 一个波形 他如果是这样的波形 我们atc采样可以很多 橙色的这种小球小点 那如果是实时采样 实时采样 类似于这个 就是 我 我画的是蓝色的这些点 那我该怎么取这蓝色点呢 我可能 取 黄色的小点放上去 然后中间 这两个黄色中间的一些灰色点 我可能就丢掉了 我不要 我不画 我不告诉你 好 那这种的是实时模式 但是我具体不是这样做的 因为这样丢到信息太多了 那我们其实中间是分段的 这个具体的 我们不用去洗丢 那大概实时是这样做的 那峰峰值是怎么做的 峰峰值是说 我这灰色的点 我也不分段 我一个都不给你丢 当然他有一部分 有一个压缩的一个算法 我可以把它压缩到 就是这个 虽然我画的是蓝色的点 但是你这之间出现的 监测什么的 我都给 等等给你画出来 这是峰峰值模式 那 高分辨率模式就在 像下面的这个了 简单的说 他大概就是说 好 我大概是这么多点 画成一个绿色点 这么多点 画成一个绿色点 我怎么办呢 我把这些 全取平均 取平均 取平均 那这样取平均以后 他的分辨率就会提升了 就是 相当于提升了一个垂直分辨率 但是你能提升多少呢 那取决于你 取平均的点数的 参与的点数的多少 这个就是我说 你可以 牺牲采样率来提升 那你能提升多少 就跟你的能牺牲多少采样率有关了 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 那有些档位 你可以牺牲很多采样率 就说这些点我可以很多很多很多 这么多点球平均 他一定能很细腻 但是有些档位 我的点不够了 我的采样点就很少了 你 我可能就两个球平均 或者三个球平均 或者压根 我就没有办法球平均 我就有多少 就会画多少 还不够画呢 这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提升了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就会画得到